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叫做 日常生活中的氧化還原反應 這叫鐵生鏽 就是鐵加氧變氧化鐵 跟你說過氧化鐵很多種 我平常講的是三氧化二鐵 這樣子 好啦 你看它反應之後 你就說誰是氧化劑 誰是氧化劑 有氧就叫氧化劑 誰有氧 氧有氧 誰是氧就氧化劑 O2 誰是氧化劑 誰是氧化劑 就是鐵 很好 鐵 這是一個放熱反應 所以叫做暖暖包 暖暖包就是靠鐵氧化 然後放熱 然後暖暖包裡面除了鐵粉之外 它會有一些活性炭 鹽巴跟水 鹽巴跟水的目的是要催化 加速它的反應進行 然後如果活性炭 或者其他的東西 什麼有人說製食啊這些那種東西 是要保水 把水吸在裡面 不因為你不能透暖暖包裡面 那水晃來晃去嘛 所以要保水 保水用的 然後呢就是鐵氧化放熱 然後達到我們的 所謂暖暖包加熱的效果 那另外一個呢 叫做脫氧劑 這是去年段牌我考過的 去年段牌我考這一集 有脫氧劑 這個藍液 因為Opasta就把氧拿掉 它也是裡面放鐵粉 然後呢看鐵跟氧 最後把氧消耗掉 使那個包裝裡面 食品包裝的氧減少 然後呢因為沒有氧 所以東西就比較不會壞掉 不會壞掉 就是上去年段牌我考這一集 就是脫氧的是什麼成分 用什麼樣的反應 什麼樣的反應 OK 然後這個叫做呼吸 就是由生物老師教的 生物老師的重點 應該是在它會產生能量 那我們這裡並沒有強調 它產生能量 寫方程式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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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問你誰是氧化劑 誰懷孕劑 如果你用說有氧的是氧化劑 就麻煩了 因為葡萄糖也有氧 Op也有氧 怎麼辦沒關係 你就記得我是葡萄糖氧化 所以葡萄糖發生什麼反應 氧化反應 那它是什麼劑 還原劑 還原劑讓別人還原劑氧化 那如果我是還原劑 那另外一個就叫做氧化劑 所以這次氧化劑還是O2 我給他氧讓他氧化 所以氧讓他氧化 所以氧叫做氧化劑 那葡萄糖就叫做還原劑 前面跟各位說過了 方程式寫給你 你認出來誰是氧化劑 誰是還原劑 誰發生氧化誰發生還原 就是我們前面跟各位提過的事情 OK 那就是呼吸作用 氧化產生能量 產生二氧化碳跟水 再來是個漂白劑 那我們一般的漂白劑 是當做強氧化劑 然後讓那些色素染料發生反應 然後消失掉 達到漂白的效果 但是有一個漂白劑 是當做懷緣劑的騰一下會焦 你要記得 那家伙是當做懷緣劑的 人家跟別人不一樣 然後呢就是 漂白基本上就是所謂的強氧化劑 強氧化劑 用氧化反應 把色素發生作用之後消掉 OK 然後呢 這有兩種系列 綠系列跟氧系列 綠系列是什麼? 赤氯酸那 氧系列是過氧化氫 有兩個系列 綠系列的漂白效果比較好 所以不適合拿來漂白有顏色的衣服 它會很容易發生 褪色、褪色的狀況 那麼含氧系列的漂白效果稍微差一點 所以可以來漂白有顏色的衣服 有顏色的衣服 那就有兩種系列 那綠系列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要告訴你 因為它可能會發生危險 然後再說 有綠系列跟氧系列的 你去買漂白水 看那個標 包裝上面的標示 它就會告訴你 我是哪一種系列的 然後跟你的需要 你來選擇 你要買綠系列的還是氧系列 那麼 就是告訴你漂白劑的使用 然後放在衣娘地方 避免曬給它變質 然後呢 吸濕後的漂白水 可以幫我們當作消毒殺菌的功用 所以你看我們學校 什麼流感啊 什麼之類的 搬上身邊太多 都要叫你拿漂白水 消毒一下 是不是這個意思 OK 然後呢 吸濕的時候戴手套 免得它傷害 你看UMI VIVA 花花的奶油桂花手 OK 然後呢 保護我皮膚眼睛 有接觸的時候 大量精水沖洗 我們在一開始 教各位實驗室的時候 跟你講過什麼叫做大量清水沖洗 OK 然後呢 睡著漂白劑呢 不要亂丟亂到 你能造成三態環保的問題 OK 小事一裝 那剛剛跟你講過 就是那個濾系列會有問題 就是這個 它不可以跟酸的東西混用 它會產生有毒會致命的濾氣 它會產生濾氣 它會產生濾氣 會有 這個柯南有演過 避世殺人事件 在浴室裡面就再見了 就是因為把它產生濾氣 那之前看網路的消息也是 因為美國 好像是美國人嘛 他就聽人家建議說 這樣子 你把這網路交換到一起呢 就可以幫你們家殺蟲啊驅蟲 他就這樣開心地做 可是他自己忘了跑出來 他人自己死在裡面 那濾氣的關係 OK 這要注意 所以你如果家裡有含濾的漂白水 不可以跟酸性的東西混用 它會產生有毒的濾氣 OK 然後就是剛剛你講過 那個當作還原劑就是它 二氧化流 來漂白金針菇的 來漂白筷子的 綿洗塊那個東西 OK 它漂白的效果 它跟別人不一樣是 它是還原劑 它是還原劑 所以你要記得 別人都是氧化劑 可是它是還原劑 記得二氧化流 漂白竹太子金針菇 它當作還原劑 然後呢 這個叫做 抗氧化劑 β-胡蘿蔔素 維他命C 維他命E 講起來叫做天然的 本來呢 就有了 自然界就有了 不是人工造出來的 天然的 三大抗氧化劑 抗自由基 等一下跟各位講自由基 所以它可以幫我們 達到一些抗氧化 防腐的目的 所以我們放在 食品藥品當中呢 利用呢 我們這些 氧化還原反應的作用 讓它能夠減少 食品的氧化變質 延長我們的保存期限 然後保存期限 OK 好 那剛剛講的那個自由基 自由基 就是那個不成對的電子 它因為它不成對 它電子需要 希望能夠成對 所以它喜歡抓人家的電子 讓別人產生作用 所以基本上自由基 都會有強烈的氧化作用 會造成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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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傷害 我查過的資料 只要只有一個自由基是好的 現在這個全部都是壞的 所以它就會造成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只要叫抗自由基 以抗它 以抗它 OK 然後呢 所以那我們即使人體中 自然就會產生一些抗自由基的東西 那天然的食品當中 也會有一些這種抗自由基的物質 像前面剛剛講的 然後前面剛剛講的 還有這個 之前有流行什麼 番茄汁有沒有 因為它有所謂的茄紅素 茄紅素就是一個抗自由基的東西 抗自由基 所以所有法上都可以保健 讓你生理能夠健康一點 讓你生理能夠健康一點 OK 然後呢 倒過來 如果我搶鑼電子造成氧化對生理不好 那給我電子做的感覺比較好一點 所以最近流行所謂的負離子 所以要去森林 享受森林浴 吸收芬多金 還有吸收負離子 還有一些什麼機器 什麼吹風機幹嘛 或者說什麼負離子 讓你製造出來 就是給你 反過來 希望讓你能夠健康一點 讓你能夠健康一點 OK 這就是狀況如此 剛才講的那個什麼 β胡蘿蔔素 維他命E 在有機化學講保存的時候 那個維他命E 我們會再說一次 可是以後會再講一次 OK 這些電解 電池電解 也都是氧化還原反應 可是我們國三才會教 就是教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把氧化還原變成得電子跟 失電子 德電子 所以是以後要教的 反正這些都是氧化還原反應 可以嗎 可以 很好 請寫課啊 練習